这么多家房企怎么就恒大进ICU了呢 恒大会不会破产 然后其他的房企会不会也有问题呢 我之前有个视频聊到过 有很多房企看上去负债率很高 其实没有那么高了 因为在财报里有个科目叫合同负债 它其实是预收账款 但是会被算到负债率去 如果你把这个合同负债给剔除掉的话 有的房企比如说3万科 它的负债率就只有35.6% 而恒大呢 即便剔除掉了合同负债 依然负债率高达88.5% 而规定的红线是多少呢 不能超过70% 也就是说其实恒大真实的负债率 已经远远超标了 那你说恒大怎么就把负债率 能整得那么高呢 归根结底 步子卖太大了嘛 之前又是找银行借钱 又是发债券借钱 又是发理财借钱 然后盖了一大堆的房子 可是房子卖的又没有那么好 就还不上钱了 再加上今年3加2红线一出台 恒大被迫降低杠杆 同时呢 大家买房贷款这个事情 又受到限制了 那么房子就更不好卖了 这个就是恒大危机的导火索 但是呢 就算没有这个3加2红线 估计恒大的债务 像滚雪球这样滚下去的话 早晚也会出问题的 而且会出更大的问题 所以呢 3加2红线 反而是把危机扼杀在了萌芽了 是防止它进一步的扩大 引起系统性的风险 那么现在截止中报 恒大有5700亿的借款 还有接近万亿的应付账款和票据 然后呢 它货币资金却只有867亿元 不过好在啊 恒大还有1.28万亿的存货 这些存货呢 主要是正在开发的物业 和已经建好了等着卖的物业 如果能够争取点时间 把这资产都顺利变现了 那么恒大就还有的救 昨天呢 恒大还发了个紧急声明 说现在有传闻说 我们破产重组了 这个事情是不真实的 反正从财务上看的话 虽然现在恒大很艰难 但确实是还没到破产重组的这一步 它要是咬咬牙 把汽车啊 体育啊 什么的资产都打包卖掉去 然后再砍掉一批项目 节省一点工资的话 估计还是有机会活下去的 其实呢 恒大的这种债务危机 早就有端倪了 18年10月份的时候 恒大曾经发行过 8亿美元的境外债券 利率高达13.75% 创了美元债券历史最高利率了 根据中金的研报显示 恒大境外债券的余额 超过200亿美元 也就是说光利息 它每年这块就要付 超过百亿元人民币 这么沉重的债务压力 恒大是率一出其兆 但是呢 却在泥潭里面越陷越深 比如说像今年的年初呢 它搞过一个零元购的活动 刷屏了都 就说只要你全额买恒大的商铺 那恒大在10年内给你全额退款 每年退款10% 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你说它有多缺钱 此外呢 恒大还发行理财产品 利息7.5%起步 最高利息能到12% 而发行理财的目的 不过就想弄点钱来 把那个利息更高的美元债券 给置换回来 但最后呢 还是玩拖了嘛 它的理财产品 现在已经出现了兑付危机了 不过呢 许家印已经喊出了 到期的理财产品 会尽早全部兑付 而且给了一份兑付方案了 就是你可以选择分期兑付 或者是干脆你就不要这个钱了 打折去买恒大的商铺 车位和房产 那很多人就会顾虑了 恒大都走到这一步了 它的房子还能买吗 反正我觉得吧 如果真是刚需 而且它那房子是已经盖好了的 不会有烂尾的风险 那么该买就买吧 因为公司没有那么容易破产 就算破产了 也会有接盘的嘛 不会影响你住房子 但如果呢 你是买了恒大理财的话 我就只能表示同情了 想开一点 承诺给你兑付就不错了 分期就分期吧 但如果你不是刚需的话 我建议就不要去打折 买它的商铺车位了 这些东西的升值空间 不一定比现金大 地产企业之所以推出超过10%的理财产品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拿不到银行的低息贷款了 其实不光恒大 还有好几家地产公司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 比如说某家港股中型房企 还推出了年息20%的理财 在小区里面去公开宣传 那么面对这种年化超过8%甚至10%的理财产品 建议大家一定要冷静思考 避免被高利息的诱惑冲昏头脑 尤其是地产企业发行的 宣传以优质楼盘作为底层资产的理财产品 看起来很可靠 但其实呢 堆砌出这个楼盘的可能不是钢筋水泥 而是巨大的债务 拿出这个楼盘的好了 拿出这个楼盘的 露草盈 这还有一点 现在